哈囉大家好我是聰哥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本系列實測呢 是為了找尋能夠維持體重 又能夠吃美食的飲食方式 如果你是為了減肥 建議去看我的實測生酮減肥影片 OK 那經過前幾期的經驗呢 本週我們就依據 斷食日限制熱量 平常呢就盡量維持 低肝糖的生酮狀態 看看能不能夠維持體重 又能兼顧美食 那我們就開始本週的進度 OK 今天是無二斷食法 第五十天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67.5 體脂19.5 內臟脂肪9 變他24.8 記錄代謝1578 OK OK 今天是斷食日 我打算呢 一天就吃一條無鍋魚 那無鍋魚呢 100克是128.6卡 那我這一隻魚是450克 那就是128.6 乘下4.5 等於578.7大卡 OK 那我建議整天 600以下就這樣 OK 今天是無二斷食法第五十一天喔 那今天早上可能我不小心 按照鬧鐘的靈打擾 結果我就這樣睡睡睡睡到下午一點 OK 那因為昨天是斷食日 所以我們今天來血糖測量 我在想今天睡這麼晚應該 可以實施一天又只吃一餐 好 血糖104 銅體1.1 欸你看 有人說 像我這樣一直破銅入銅破銅入銅 會不會越來越難生銅 其實不會啊 你看 馬上又到1.1了 如果不得我今天早上前 我們覺得還不餓 那我們算一下GKI 這樣GKI是5.17 OK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66 體脂18.9 內臟脂肪9 病耐24.2 幾乎大概就是1556 OK OK 今天晚餐呢 我點四海猶榮的 10顆辛蝦水餃 10顆韭菜鍋貼 還有一份豆干絲 以及飄桑的大杯魚湯辣店 就這樣 OK 今天是無二段食法第52天 今天一樣來血糖測量 好 血糖106 頭體0.3 這樣GKI是18.27 OK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66.2 體脂20.4 內臟脂肪9 BNI24.3 基於大學1552 OK 今天早餐呢 是前幾天的那個 砂鍋魚頭湯 那裡面不是有加那個 花椰菜嗎 那我今天早上又在家是雞腿 跟一杯 摩斯漢堡的無糖大杯拿鐵 就這樣 OK 那吃完早餐之後呢 因為家人點鬆餅 所以我跟著點了 兩份原味鬆餅 什麼都沒有加 就這樣 今天晚餐呢 我點了一個牛排套餐 它下方呢 是鐵板麵 那上方呢 是約克牛排 然後 還有附上一杯玉米濃湯 還有 一小碗的可樂 跟一個餐包 就這樣 OK 今天是無二段刷 第五三天 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66.4 體脂19.9 內臟脂肪9 BNI24.4 基於大學1558 OK OK 那我們剛剛測完體重 發現我的體重 並沒有 特別的上升 也就是代表說 我肝糖沒有恢復 但是昨天我明明就有吃鬆餅 跟那個 鐵板麵 還有鐵板麵送的可樂 及一碗那個 玉米濃湯 所以呢 我就好奇我的血糖跟血糖 所以我們就來測量看看 好 血糖99 銅體0.0 我原本想說 如果還有銅體 我今天可能就可以不用斷食 OK 就這樣 OK 那今天早餐呢 我就是三隻雞腿 加上一杯無糖拿鐵 就這樣 那無糖拿鐵的熱量呢 大概是150 那一隻雞腿也大概是150 所以三隻 加上這個 總共就是600大概 OK OK 今天是無二斷食版 第五十天喔 很明顯的 我今天有睡過頭 睡到現在快一點鐘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血糖測料 好 總體0.3 血糖98 來 總體其實沒有比較高耶 沒關係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65.4 體脂20.4 內臟脂肪8 BMI24 記錄在圈1539 OK OK 今天早餐呢 我買了一隻烤鴨 跟一杯 超商的大杯拿鐵 那烤鴨我當然不會整隻吃的 我就用手爬的 把它爬一些肉下來吃 就這樣 OK今天晚餐呢 我點的是滷味喔 我點了有 魚餃 花乾 芋頭腥 樹腰花 豆腐包 娃娃菜 雞腥 然後還有 花椰菜 就這樣 OK 今天是52段18 第55天喔 沒想到睡過頭 睡到下午2點 好那我們直接來體重測量 體重65.9 體脂19.2 內臟脂肪8 便愛24.2 記錄在圈1553 OK OK 今天因為起的比較晚了 所以呢 我的晚餐呢 就是 一個豬肉掛包 跟手撕一塊 那個 鴨肉 就這樣 今天晚餐呢 我就是把剩下來的鴨肉吃完 就這樣 OK 今天是52段18 第56天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66.1 體脂20.5 內臟脂肪8 便愛24.3 記錄在圈1550 OK OK 今天午餐呢 我是點四海猶龍喔 有十個韭菜鍋貼 然後 兩份豆干絲 一個皮蛋豆腐 跟一顆乳蛋 還有一個 酸辣湯角 跟超商的大杯拿鐵 就這樣 喔 本週的體重呢 跟上週一樣 整體來說 綜合這兩個月的狀況 我覺得呢 無二段食法 算是個不錯 能夠維持體重 又能兼顧美食的方式 因為像我之前 恢復一般飲食的時候 隨便亂吃 大概三個月就上升了8公斤 但是自從開始 無二段食法之後 雖然還是有亂吃 但是呢 體重並沒有大幅的上升 只是 漸漸的我們調試後發現 其實又有點不太像 所謂的無二段食法 或許無二段食法只是一種概念 然後啊 我想到之前呢 有團友問我說 欸你一直破銅入銅嗎 會不會最後面 生銅越來越困難 那依照呢 我本週測量呢 還有測到1.1 我覺得生銅破銅呢 其實不會讓你越來越難生銅 因為我們都知道 生銅呢 是人體的自然機制 所以不斷的破銅入銅呢 最終的結果 只會讓你越來越習慣 而不是反應越來越差 因為就像我剛開始破銅的時候 我吃一半飲食之後 我就會頭暈啊 想睡覺 但是呢 經過了這幾個月 欸我發現我漸漸的 已經不會想睡了 而且也不會吃完甜的就頭暈 因此呢 我才有這個結論 也就是 你身體呢 會越來越習慣 但是呢 你的生銅狀態其實不會影響 因為當你挨餓的時候 你的肝糖消耗掉 自然就生銅了 OK 那以上呢 就是本週實測的心得 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以及分享 如果想減肥 記得去看我的實測生銅減肥影片 那我們下週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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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隨便 別人說 我會想睡覺 我會想睡覺 在這幾個月 會想睡覺 你會想睡覺